在持续两个多月的香港乱举之后,当地时间8月17日,在德国、澳大利亚、英国、美国的多个城市,华人华侨及中国留学生自发举行和平集会,表达支持一国两制,反对暴力乱港的新生。 当地时间8月17日下午,在德国柏林市中心博兰登堡前,参与和平集会的留学生和华人华侨高举中国国旗和反暴力乘港警,反对暴力示威,我爱中国,我爱香港,我们都是中国人等标语。 大家用英语和德语高喊,我们爱香港,我们爱中国,反对暴力等课号,并高唱爱国歌曲。 当天在德国汉堡和科隆等主要城市也执行了相同诉求的和平集会。 当地时间同一日,在澳大利亚悉尼市中心,当地华人也自发组织主持为爱国护港反对暴乱的和平集会,吸引了上千人赶来参加。 大家纷纷打出中国一个都不能少,香港我们一家人,像香港暴乱说不等标语并高呼口号,呼吁香港制暴止乱,恢复正常社会秩序。 同一日,在英国伦敦,大批华人华侨及中国留学生聚集在市中心,高举国旗,齐唱国歌,呼喊一个国家一个中国的口号。 在美国休斯敦,当地反港独青年也自发集会,齐喊挺香港警察,挺香港和平等口号,反对暴力乱港,支持一国两制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